這個獎座其實是非常要感謝我們區市科技的陳怡貞群女士 這個在97年其實捐了非常大的一筆款項 這個在文學界跟我相信對文學院是非常有幫助的 在過去5年其實已經有非常大的一筆獎項 這個100萬美金吧 這一筆獎項 那在這個結束之後 現在今年開始又繼續的捐助 這個其實是非常感動 各位能夠今天有這個機會聽到這個大師的演講 我相信將來對你的一輩子都有幫助 這個其實在年輕的時候最重要的就是要心裡面有一個大師 能夠跟著學習做心靈上的導師 這個是對你將來一輩子有幫助的 那陳女士的這個捐贈還有白蔣座教授的這個演講 紅樓夢我相信一定會對大家有非常多的影響 我年輕的時候張茴小說大概看了非常多 唯一沒看的花太多時間看的就是紅樓夢 因為那時候年輕了完全沒辦法理解裡面談的到底是什麼感情啊 什麼感情沒有辦法理解最少我在高中的階段 其他我倒是大概都看完了 這個也我希望大家能夠利用這個時間好好的學習 我相信必然會有你這一生最大的收穫 在此代表學校再度感謝白教授願意花這一段時間 對我們的學生有啟迪謝謝謝謝 最後我還要講一句話 白教授的貢獻是在台灣非常這個突出的 他在2007年吧得了這個國家文藝獎 今年又得到一個行政院給的最大的獎項文化獎 馬上就要頒獎我們恭喜白教授 我今天真的非常興奮 回到台大來上課呢 我真的要勸各位學弟學妹們好好把握這個時間 你看我以前在台大上課的時候常常翹課 後來要回來上課 還必須捐一個獎座才能夠終於有機會回來上課 所以大家要好好把握 那我們這個白仙偶文學講座呢 是從2007年開始捐贈成立 那今年是第七年 那每一年這個我要非常感謝我們柯慶明教授主持 那每一年都邀請到很多呢 長期在國外的有名的作家學者回來給我們上課 那其中包括了葉維蓮教授 李歐凡教授 李渝教授 然後還有還有很多從日本來的 剛剛結束的山口守教授 彭錦醒山教授 啊 山口守教授 對不起沒看到你 我以為你已經回去了 然後其中呢 應該是三年前吧 我們有一個昆曲新美學講座 那時候也是在這裡舉行 那那一次呢 也是由白老師親自主持 可是今年這個紅樓夢講座是更難得的 就是說白老師不是主持而已 他要親自講課講一整個學期 那我特別特別興奮 因為我剛認識白老師的時候呢 那我去到Santa Barbara大學 去到白老師 執教了19年的Santa Barbara大學 然後住了20幾年的Hidden Valley 叫銀谷那個地方 拜訪白老師 就是你們如果看過《術遊如此》裡頭 有寫到白老師的那個家 那我知道白老師長期都在Santa Barbara 教這個紅樓夢 那我就覺得 這麼好的課 為什麼我們都聽不到呢 為什麼白老師都講給那些洋學生聽呢 那我就跟白老師說 那你應該有講義啊 你把講義給我 我拿回去好好整理出版好不好 那白老師就翻找了老半天 然後他說 哎呀 我在退休那一年 我覺得好興奮 我就把所有講義全部丟掉了對不對 哈哈哈哈 他說我再也不要教書了 然後果然他退休以後 其實真的沒有這樣子一整學期上課過 這是 對不對 白老師 第一次 就是說退休以後第一次 真的 你們太幸運了 那而且大家知道 白老師把以前的講義都丟掉了 所以這一次呢 完全是重新準備的講義 那當然白老師經過這麼多年 做過了昆曲 這個復興昆曲的志願 剛剛又完成了我們《孽子》舞台劇 一個創新的舞台劇 那白老師也寫了《父親與民國》 今年又要出版《父親與228》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說 白老師好像是越活越精彩 越活越有活力 然後呢 經過這麼多年 我想他對《紅樓夢》的這個看法 跟想法 可能又跟以前在Santa Barbara 教的時候又有不同 而且在這裡是幫我們 是用中文來講課 所以我覺得真的很興奮 那我也要特別謝謝 柯慶明老師 終於幫我們撸到了 就是可以請白老師 整個學期都在台灣 都在台大 跟我們一起好好地品嘗《紅樓夢》 那我很高興可以在這裡 跟各位非常優秀的學弟學妹們 我們大家一起來學習《紅樓夢》 謝謝 謝謝你們 謝謝老師 謝謝